就是我们在地球上可以看到的和火星有关的天象 那么在火星上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天象呢 在火星上呢也有一些奇特的天象 火星呢有两颗天然卫星 因此在火星上呢是可以看到两个月亮的 只不过火星的这两颗卫星呢比较小 他们火卫一的尺度呢最大只有27公里 而火卫二呢最大也只有15公里 并且呢他们的形状呢也是不规则的 并且呢由于火卫一的公转的速度呢 要比火星自转还要快 所以在火星上我们可以看到火卫一呢是息声东落的 而火卫二呢则是正常的是东升息落 另外呢在合适的地方和时间呢 也可以看到日食的一个现象 只不过由于火星的卫星比较小 不能把太阳整个日面呢全部遮挡 看到的只是日偏食或者日环食 不会发生日全食的这样的一个天象